让草荡的身体不解析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神的百姓早安 今天早晨神的话语对我们说 我们勿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 祂必领到我们像春雨 像滋润田地的秋雨 今天早晨就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相信当我们追求祂 祂一定会来回应我们 带着信心来向神敬拜 Amen 我不再犹豫 心已坚定 全心等候你主 我求赎和奖赏 还是盾牌 我等候你 神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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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是动摇 全然心靠 安静等候你主 问全能的拯救 得胜真理 我等候你主 天地飞去你华语 你依然永长存 心事已去到晚代 耶稣 你荣耀降临回应我很高 圣灵的雨 在此敲满干渴的心里 耶稣降临 带着心心来宣告 带着心心来宣告 我相信我的意志 我相信我的意志 你荣耀降临回应我们 祷告 圣灵的雨 在此敲满干渴的心里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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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师 你们 是的 主 祖 我們相信 祖今天 你必临到我们 祖啊 如同春雨 如同滋润田地的秋雨 祖啊 是的 主 主啊 因为你的心意 主啊 是我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我们 主啊 谢谢你主今天早晨 主啊 用你荣耀的同在 来回应我们向你的呼求与祷告 主啊 带领我们进入你心意当中来祷告 主啊 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 乃是按着你的意思 主啊 带领我们今天 主啊 由早晨的祷告开始 主啊 开始我们得胜 而能够得胜有余的一天 谢谢主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主内家人和福音朋友平安 今天我们本周流泪撒种 必欢呼收割系列第四次的主题是 经营人生众与收的季节 我们不只是要进入迦南地 去看见 认识众与收的率 我们还要去经营 所以需要学习经营人生 众与收的季节 我们看以赛亚书55章的第十节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第一点我们看 在人生里面 上帝都要让我们进入丰收 它是有一个季节的循环 从一年世纪来说 春天就是春耕 夏天就是夏云 秋收冬禅 我不能在春天的时候 期待这时候我要去摘收果子 不是 春耕是撒种的时刻 它需要去把土地先耕耘好 先松开 然后撒种 撒种以后呢 夏天它要殷勤地去浇灌除草 下春耕下云 下云以后到秋收是结果子的季节 秋天不能去撒种 秋天是收割了 当它收割以后到冬天 它要预备除蚕食物 不只能够度过冬天 它还要预留种子 因为明年的春天来到 春天不是收获的季节 春天又是撒种的时刻 这是一个丰收不变的循环 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 也会有不同的季节 我们先要让自己进入迦南地 当我们站在应许之地的时候 我们要遵循神丰收的法则 流泪撒种 欢呼收割 可是流泪撒种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那是我们春天的季节 接着我们还要经过夏云 夏天的不断的照顾 心情的耕耘 之后我们在秋天 才会有丰收的时刻 而秋天的丰收 还要继续预备 能够过冬天 冬天是没有办法去收成的 冬天也没有办法撒种的 冬天是靠着秋收的丰收 来过一个安稳的冬天 然后预备春天的来临 这是丰收不变的循环 所以第二小点 我们要看见 在迦南地呢 虽然我们遵照季节的循环 有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操作 经营那个 种与收的律 流泪撒种 欢呼收割 我们也遵照季节 给我们显明的时刻 我们春耕下云 秋收冬禅 但是有时候会食不我语 迦南地也会遇到荒年 荒年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习 持守 不离开 并且以信心撒种 我们看在创世纪26章 以撒所面对到的处境 当时以撒继承了爸爸 亚伯拉罕给他的传承 其实他已经有产业了 而且爸爸也告诉他 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虽然在上帝应许的时候 主要是赐给他一个传承的儿子 就是以撒 可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经营 使得他成为一个富翁 是有名的大富富 就是他是有钱人 他的产业是丰盛的 但是亚伯拉罕在上帝所应许的 你的子孙要如海边的沙 天上的心那么多 还从一个开始而已 就是在以撒的身上 我们看见上帝说 你眼目向左向右观看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要赐给你 但是其实到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 他也真正只得到一小块目的 那个目的还会是为了 因为要埋葬他心爱的妻子 沙拉先安息了 所以他买了麦比拉的麦田 中间的一小块地 就是一小块目的 好像所应许的都还没有成就 但是那个种子已经撒下去了 因为他先得到一个应许的儿子 他只得到一小块的目的 但是这都是一个兆头 到以撒的时候 他要开始把他所传承的 在迦南地要开始扩张了 我们知道在救恩的里面 其实经过了创世纪始祖世代 上帝要开始启动他的救恩计划 他先拣选一人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 亚伯拉罕就正式的成为圣经的主角跟主题了 而亚伯拉罕用信心离开他的本主本家 进入迦南地 他在那里不断的足祭坛仰望神 在那地经营迦南地 众与收的法则 而神的应许给他的兆头 就是一个应许之子 就是一小片墓地 但是到以撒的身上 他已经传承了 他要开始扩张 照理来说 是不是上帝就要开始大大祝福以撒 以撒的确也承受了许多 透过亚伯拉罕经营所给他的产业 他是非常蒙福的 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经过饥荒的荒年 所以他就举家带着心爱的妻子 杀来下了埃及 因为埃及有尼罗河 埃及那里有残年丰盛 可以耕种之地 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 却差一点连妻子都要丢掉了 那亚伯拉罕至终 还是要回到上帝 给他的应许之地 到迦南地 没想到以撒传承的时候 以撒也面对迦南地 是有荒年的 而在迦南地的荒年 以撒曾经知道爸爸的方式 也是当时在处境中 看来唯一的出路 就是在往南走进埃及 至少先避过荒年 可是上帝却指示以撒 不可以再去埃及了 因为那是四百 那是到他的儿子雅各家的时候 才按照命定去迦南居住四百年 重新回来得地为业 以撒他的命定 是要留在迦南继续耕种的 所以以撒在荒年中 他不能离开迦南 可是迦南荒年没有办法去 走种与收的律 没有办法去按照春耕下云 秋收冬禅 因为没有水 可是上帝既然叫他停留 他就停留 以撒创世纪二十六章说 以撒在那地耕种 荒年 他撒种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参大日增月圣 成了大富户 迦南地会有荒年 荒年如果上帝要我们持守 我们就持守 上帝重死丰收之年 都不可能有百倍的收成 而上帝就会因为人的顺服持守 而使得荒年既然有百倍的收成 加倍又加倍的丰盛 竟然会临到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分辨我们的迦南地 而且用信心持守 第三小点 找出人生众与收的季节后 要向神求当下所需要的恩典 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 春雨的时候 向发洒电的耶和华求雨 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 使田园生长菜书 春天撒种需要格外的雨水 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我们愿意在春季撒种的时候 可以求适春雨的神 加多的适下雨水 使得我们可以生长菜书 到秋天的时候 也可以求秋雨 这是上帝乐意格外适下的恩典 好叫那个丰收 经过秋雨的滋润 会有加倍的收成 让我们做我们单做的 经营人生众与收的季节 然后向这位后世恩典的神 求春雨 秋雨之福 他必赐给我们 我们一起向神祷告 第一个 求神让我们学习掌握 并且经营人生众与收的季节 就可以不断地进入丰收的循环 我们一起祷告 阿提路亚 祝我们来到今天 祝阿提路亚 祝阿提路亚 让我们学习掌握 人生众与收的季节 知道这个季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这个季节该春耕就春耕 该下云就下云 该秋收就秋收 该冬长就冬长 让我们能以分辨 并且学习顺服去经营 祝我们赞美祢 祝我们不断地活在丰收的循环里 祝我们赞美祢 谢谢祝 我们赞美的重心 祝我们自己赞美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祢创造了这个世界 并且赋予这个世界 一个循环的定律 主啊 祢将这个丰收的循环的奥秘 主啊 启示我们 使我们能够掌握时机 主祢在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 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向祢求一个恩典 使我们能够抓住机会 进到丰盛的循环之中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 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祢的灵方能成事 是的 主啊 你说多重的就要多收 主啊 祢也教导我们耕耘 收割的道理 主啊 你说工作 休息 储存 都有它的季节 主啊 祢是信实的神 主啊 祢也是赐福的神 求祢赐福在我们手中的工作 使我们看见 不论是我们手中的服饰 或者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得人 我们都身处在怎么样的季节 我们什么时候要努力 什么时候要收割 主啊 祢再次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 来学习掌握祢的原则 主啊 当我们到内室亲近祢的时候 祢必将那又大又难的事情 再次指给我们看 主啊 祢必成就祢的心意 就是我们都要进入祢恩典丰收的循环 感恩祷告奉考 耶稣得圣的名 Amen 我们第一句在有的祷告 就是我们人生纵使在迦南地 它也会有荒年 如果我们知道那是对我们的试验与操练 让我们效法以撒 我们决定顺服 而且在荒年继续用信心撒种 这样我们会看见 荒年有格外的恩典 甚至超过所求所想 神要把格外丰收的喜乐赐给我们 让我们倚靠神并且持守 并且用信心去撒种 我们一起祷告 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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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来到祢面前 祢我们向天上的神呼求 祢要赞美祢 祢是一种同在的神 祢要祢透过以撒教导我们 祢要加拿地也会有荒年 但是我们在荒年又细心持守 有荒年中仍然坚持撒种 祢我们赞美祢 谢谢祢 祢必鼓励我们 祢要赞美祢 谢谢祢 祢要赞美祢 祢是的 祢我们的生命当中 经历荒年可能是一个必然的 一个考试 是我们信仰之旅的一个考试 若是我们现在正在 这个荒年的季节当中的弟兄姐妹 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从祢的眼光来看现在生命的光景 让我们把这当成是一个操练 祢这个操练是要来操练我们 在等候的当中 祢仍然仰望祢 祢在等候的当中 祢选择来敬拜祢 祢在等候的当中选择 祢来照着你的话语而行 祢是的帮助我们 你的话语说 有了你的话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你的 祢帮助我们 因为与你在那个爱的关系的当中 我们就持守信心来遵守你的话 祢照着你的话语去做 祢相信 祢看似在人看的眼光的当中 好像是一个最软弱 最不堪 最残破的时刻 祢却要能够来营收得到 那个百倍的收成 谢谢主 是的主 祢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的 祢是天地的主 是万有的神 祢是的 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荒年 但是我们房产过主恩滋味的人 都知道主祢是美善的神 主在今天早晨 谢谢祢赐下祢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主祢的道 祢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发出了亮光 就能够使我们得着智慧 也愿主祢能够常常指教我们当行的路 当做的事情 好 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荣耀主祢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是的 求主指教我们当行的路 使得我们知道当行之事 所以我们要学习敏锐 人生众与收的季节 不只是要经营众与收的律 我们要知道这个季节是春耕下云秋收冬禅 然后我们要向神求 求当下所需要的春雨秋雨之福 好像刚刚撒加利亚书所说过的 春雨的时候要向发散电的耶和华求雨 因为春天我要撒种了 我撒种的时候需要有格外多的雨水 这方面我做不到 我行我春天单行的事 然后上帝会把春雨 包含在秋天收割的时候 也需要额外雨水的滋润 上帝必赐给我们 让我们敏锐人生的季节 然后我们热切的向神呼求 神把加倍丰收的喜乐 要奉着四下在我们的人生 我们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加美 主啊 使得来到天上 主啊 我向天上的神求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乐意是给我们人生有季节 主啊 但是我们在各样的季节中间 主啊 我们学习明白 我们也照着 主啊 去经营 主啊 当我们经营的时候 我们做我们所当做的 但是 主我们用信心 求告天上的神 春雨的时候 就要像八三天的耶和华求雨 祢 使得给我们 上帝我们今天早晨 再一次的将我们自己交头仰望祢 唯有祢是生命的主宰 主啊 我们向祢恳求 祢所赐的春雨之福 降临在我们中间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栽种 我们可以浇灌 但是唯有祢使菜出生长 主啊 当我们预备好了一切 求主祢就降下春雨秋雨 在每个需要中 主啊 祢亲自成为我们的供应与帮助 感谢赞美祢 是的 主啊 感谢祢 让我们能分辨重跟收的季节 让我们能收藏五股新油和油 主啊 祢是赐帮助的神 祢说我们虽经过流泪骨 却叫这股变为全原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骨 主啊 我们为了自己祷告 求神在我们任何的季节中 赐下我们需要的帮助跟祝福 也靠着神 我们也能靠着神 我们心情的耕耘 祢必赐下三十倍六十倍 百倍的收成和祝福 祷告赞美 奉靠耶稣得圣的名求 阿们 让我们按着人生的季节 金银重与收的绿 神必把春与秋与之福 赐给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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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让我们来回应 耶税 耶稣 Ты能 для光良的使用 祝福 groupRY很高的利用 神必能量的원넸요 神 microci tr apa vet 在此救我们赶赶的身体 耶稣 祝你